很多女生他对自己的下面构造是完全不了解的 什么大阴唇小阴唇他都会搞混 太强的小阴唇就是像这样 当我们腿合起来的时候 小阴唇还凸在外面 他还会有一些皱褶在上面 就会造成清洁的不方便 就会有异味或是有感染的问题 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 大家好我是欧医师 相信大家都很常听到谢阴医师 在讲各式各样关于嘴唇的手术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唇 就是我们的女生的小阴唇 我们在看诊的时候 其实会常常发现很多女生 他对自己的下面那个构造是完全不了解的 什么大阴唇小阴唇他都会搞混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自己在进医学院接触这个手术前 对自己的下面也是完全不清楚 直到自己上了这个课以后 才麻那镜子看一下自己的下面 哦对就是我也跟大家长得一样 所以我今天就带着这个模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女生的下面会长什么样子 那他有什么样可以做改善的地方 这羊毛真是我自己做的 我们女生如果张开腿 两个大腿中间通常啦 如果是比较饱满的女生或是小女生 你通常就会看到这样 有两片肉是合起来的 这个就叫做大阴唇 那我们如果把腿张开一点 他就会这样打开 那我们就会看到里面可爱的小阴唇 通常我们女生都会先看到洞洞 这个中间的洞洞就阴道 上面这个是尿道 那阴唇的部分首先我们会看到阴地 阴地就是这个球球 它就是对我们在性爱的时候 敏感度会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手术的时候 是几乎不会动这个地方 你会怕影响到做爱的敏感度 那阴地的上面 这个有一个三角形的皮 上一个尖尖的帽子 这个叫做阴地包皮 其实它跟男生的包皮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在配拍来源上 女生的阴地就是男生的龟头 女生的包皮就是男生的包皮 所以有些女生如果他想要变男生 他会去吃一些雄性素的治疗 那他吃一吃就会发现自己的阴地 慢慢的变长 看起来就很像小男生的小鸡鸡 那最后讲到我今天的主角就是 阴唇 阴唇就是会在阴地下面 它就会长出两片薄薄的像嘴唇一样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阴道的开口的内衬 那它的主要的功能 在以前应该是做一个保护阴道 跟保护尿道的作用 但是现在我自己觉得 它这个功能其实又比较退化 因为我们已经有大阴唇可以做保护了 那一般我们希望的阴唇会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现在女生她对影像啊 或各种资讯接受会比较多 所以会看到说 大家觉得理想的阴唇可能是这样 就是大阴唇要饱满 小阴唇要粉粉亮亮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腿闭起来的时候 各位应该有听过一字包 腿闭起来的时候 两片大阴唇要合在一起 然后不要突出来 那这个一字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 因为它只要小阴唇不小心长太长突出来 它就会造成种种的困扰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太长的小阴唇会发生什么事 太长的小阴唇就是像这样 它过长的标准就是 当我们腿合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小阴唇还突在外面 没有办法完全包覆 那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包覆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困扰 平常是这一块在跟内裤摩擦 那现在就变成这一块 凸起来的地方跟内裤摩擦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痛 尤其现在的女生 比较喜欢运动 所以我们就会骑脚踏车啊 尤其是那种登山车或飞轮 那个地方真的是超级压的 还有穿紧的裤子有时候也不舒服嘛 所以有些女生他会很痛会不舒服 这种时候就可以过来寻求我们的帮助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它很长的时候啊 它还会有一些皱褶在上面 那这些皱褶就会造成 清洁的不方便 那清洁不方便的话 就会有异味或是有感染的问题 这个是功能性上的问题啦 另外一个就是 性交有时候也会疼痛 有时候它真的很长 然后男生一插进来 他就整坨被塞进去里面再拿出来 再塞进去里面再拿出来 就会受伤 有时候是蛮痛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来找我的客人 虽然有一半是真的 对生活觉得很困扰 其实有另外一半 尤其是年轻的女生 他们会在意外观 他们会觉得说 可能粉色啊小小的阴唇 是比较秀气比较漂亮的 他们就会希望做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就会帮他把 这样子凸出来 比较暗沉比较长的阴唇呢 做成这样小小的可爱的阴唇 那看起来就很可爱 那我们手术的进行 一般是在 局部麻醉下进行 那如果比较紧张 比较害怕疼痛的女生 我们也可以请麻醉 可以为你做静脉麻醉 就是睡觉起来就好了 那手术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是手术的复杂度而定 因为你看我们这样 其实只是一个模型 但其实 阴唇有非常多种 不只是两片阴唇会变长 其实有些女生 她的包皮也很长 就像男生要割包皮一样 那女生不只还有包皮的问题 有些女生她还会有 侧包皮的问题 就有些女生在这两边 还会再长出两块皮 有些女生甚至下面 还会有一块马鞍皮的问题 所以是手术的复杂度不一样 她手术的时间也会不一样长 那很多常见的是 她其实没有很长 但是她不对称 那如果不对称的话 有时候只要调整一边 那手术时间就会更短一点点 手术的方式呢 其实这个手术的目的啊 最重要最重要是让 阴唇她要缩回大阴唇里面 要让她可以得到大阴唇的保护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会以大阴唇的高度为基准 让她做的够短 整个缩进去 以后才不会再长长 那我们在设计完以后 我们会用手术的器械 把这些多余的部分拿下来 那拿下来 她不是只是简单的把它拿下来 她也是需要设计一个 漂亮的弧度给你 那最好的弧度是 稍微有一点张开 有点像花朵一样含苞带放 这是书上写的 或者我们去听演讲都会说 这样是比较漂亮的阴唇 然后我们把这些不必要的组织 你不喜欢的黑的皱的 我们都去掉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直写 直完写以后 我们会帮你好好的缝起来 那我们的缝绝对是 非常非常细的缝 我自己觉得我真的缝非常气 有时候一整个小英纯缝下来 可能80帧到100帧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是缝双层 缝双层的话就比较不容易裂开 虽然我们缝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 可以吸收的线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线会在两个礼拜 自动的脱落掉 即使最后没有脱落 灰尖的时候 我们就会帮你拆掉 那会不会很痛 很多人都会很担心 会不会很痛 其实它比想象中不动 虽然我自己本人没有被开过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是北台湾 开最多英纯的整身外科医师 我自己觉得这个手术的疼痛 多大部分的人都会跟我说 没有想象中痛 顶多就是有点刺刺的 这样子的感觉而已 手术的恢复啊 其实这个手术 它算是一个比较小比较局部的手术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运动选手 或是健身教练这一类运动类的职业的话 我自己觉得是完全可以正常生活的 那也不是说随便你要爱干嘛就干嘛 我们会请你两个礼拜内 第一个我们不要性行为 第二个我们不要做肌肋的运动 那什么叫肌肋的运动 所有你脚会一直高速摩擦的 啪啪啪啪 快跑快走 我们都尽量避免 那第二个是 如果你有做到包皮的部分的话 我要请你所有劈腿的动作 像是盘坐啊 瑜伽的劈腿 这种也要尽量少做 因为它就在腿正中间 它会这样啪 对有时候伤口会裂开 另外还有一个要避免的活动 我希望三个礼拜左右 我们都不要骑脚踏扯 因为脚踏车最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就是把你的阴唇的脸 放在地上摩擦 超伤 不仅你会很痛 一盒会比较慢 疤痕也会比较不好看 所以脚踏车就是很伤 有一个我想讲的是 如果我真的好喜欢骑脚踏车 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 不要为了阴唇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接受你的阴唇 对 你就骑吧 这个手术的后遗症它没有那么多 因为说实在它就是一块黏膜 那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遇到 那我们手术会分成几个 应该说并发症 急性的手术立即会出现的 像是出血 感染 愈合不良 就是所有的手术都会遇到 没有百分之百 但是以小英醇手术来说 真的是非常少遇到 另外就是慢性的 比较后面才会出现 小英醇特有的并发症的话 一般来讲是疤痕啦 对 有些女生会很在意疤痕 那传统的缝法 有时候疤痕也会不好看 它会这样 急如急如 很像那个铁轨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缝法都改善了 我觉得这个状况 已经变得非常少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然你有 蟹毒种体质的人 它可能消肿就会比较慢 对很多人会问 会不会影响敏感度 那我刚刚已经说了 因地这个东西 超级重要的 因地就是在我们性爱的敏感度里 是一个神经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怎样都不会去动它 所以它的性爱敏感度 并不会变差 反而有时候会变好 因为有些女生 它的包皮很长 它会像男生一样 把整个阴地都包起来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摸不到挖不到 它的敏感度就会变差 有时候你把那个包皮去掉以后 因地头露出来以后 它做爱就比较开心 比较有感觉 那会痴的部分是 可以跟医师讨论 还是大部分都是医师会直接会的吗 呃 你当然也可以讨论 因为我其实在做的话 因为我心中 我已经有小阴唇了 有一个完美的小阴唇 所以我自己喜欢的小阴唇就是 边缘有一点弧度 然后略微张开的感觉 不管怎么样那个黑色的地方 皱的地方 我们都要把它去掉 留下粉红色亮亮的地方就好 但是还是有些客人会有一些特殊要求 像是有些客人他会希望 小阴唇是这样 关起来 就有个禁欲的感觉 关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外面做的比较长 里面做的比较长 那它缝起来的时候是这样 啪 一条线关起来 对 就是有特殊要求还是可以提出来 但是我觉得 大家看的小阴唇可能都没有我多 所以我觉得我心中漂亮的小阴唇 应该是比较符合客观的看法的 对 那其实小阴唇有很多种外形 那不管是这样子的外形 或者是这样的外形 其实它都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有客人他只是来问一下 他也对他的外观并不在意 然后他甚至比较长的时候 他也没有特别觉得摩擦 因为你知道有些小阴唇 他就是已经很习惯摩擦 他也不会不舒服 那他也没有感染 也没有异味 所以这样的小阴唇 没有造成客人的困扰 客人也不在意外观的时候 不手术是没关系的 不管是这样或是这样的小阴唇 他都是正常的 所以说有困扰再说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最后还是要问一下大家 下次的影片大家想要听什么主题 A是玻尿酸G点注射 B是四密处美白 那也欢迎在下面帮我留言回答 最后还是要请大家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